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文图斯和西竹路直接进行 这两个队其实不是两个队了 就是现在胜的四肢队全都是比较强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胜的四肢没有打的队伍全部都是六分的队伍 就非常可怕 所以老司机今天赢了的话就有可能就战略第一了 谁赢谁第一 就是谁赢谁第一 因为全是六分队 都是六分 谁赢谁第一 然后谁平都能忍 平了都能忍 平了是不是也都是第一 平了就是并列第一 然后逐鹿表示差一些 因为逐鹿平的话小分的原因 所以会差一些 但是今天看的话 西竹路和斯坦文图斯两个人 因为他们的积分一样 然后胜场一样 对吧 逐鹿都一样的话 其实平了就并列第一 赢了的话 在这个轮次内应该就是一个领跑的姿态了 对可以达到九分 对 但是如果说想完成一个百分百的确证肯定能领跑的状态的话 那么需要横扫对手 是的 这样的话 在明天进行的喀斯坦和逐鹿的对决当中 即使喀斯坦横扫对手也是并列第一 喀斯坦对逐鹿 这个对决非常有意思 学兴 然后今天刚才大家其实看到我们得到几十的时候 也已经对双方选手有初步的一些了解 然后亚特刺猬这也是比较活跃的 近期一段时间比较活跃的选手 除了在赛场的老面孔 对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逃跑该队 逃跑的话 去年在解说的过程中 包括今年年初的解说当中 也都是经常跟大家会交流一些 关于战局的理解 选将等等等等 虽然解说的不太好 但是比赛打的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从双方成绩来看的话 也能看到 目前的话双方的成绩也比较接近 都是一胜三平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然后看今天的比赛怎么样 我们现在其实 假结联赛这边的整体积分 还是比较 就是差距不是很大 尤其是前面比较大 咬的都特别紧 咬的比较紧 就稍有不慎就掉到最后 赢一把就第一 没错 然后我们依然还是有社区的竞猜 目前的话 我们有比较多的人是猜 西竹路会3比1游文图斯 对 西竹路会3比1 打赢这个游文图斯 102个人这样 那就按照惯例可能真的就是这样 不过昨天好像不是 昨天是平了 昨天平了 昨天平了 昨天是平了 差点是 对对对 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 哪边支持的多 哪边就好一些 所以也很神奇 社区是一个有神秘东方力量的地方 是的 对 然后其实平的话也还好 因为反正我们到目前为止每一轮次都是两个平局和一胜 两个胜场 昨天的话我们进行了第五轮比赛的前两场比赛 然后分别是一胜一瓶 所以今天和明天两场比赛估计也就是一胜一瓶 这是一个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 但却是一个现实 一直持续到现在 是的 然后昨天反正网络上又多多少少有一些小问题 我们总之今天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已经充了四位数的钱进游戏了 不知道这个方式会不会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就是其他都不掉就三叩杀掉 其实我们总结了一下 应该就是所有东西都会掉线 只不过是三叩杀掉完之后连不回来 它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和比较大的努力 才能把它重新连回来 别的东西掉一下 可能是不是缓冲什么东西在里面 我也不是很了解 因为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自己家里面 咱们上网看个电影 看个视频 那个就不太容易能感受到 可能你家的网突然掉了 梁宝蓉又马上练回来了 你可能感觉不到 原因是那些内容已经被缓冲掉了 但是游戏它就不一样 对 然后你要是玩别的一些游戏 有时候就是比如我们以前很古老的时候 我们玩CS什么的 有时候这个人会跳针 是吧 就是走走跳到前边去了 卡住 然后突然跳过去 这种时候可能也是网络上有一些影响 对吧 但是它的重连能力比较强 对 但是三国沙的话 可能这方面就没有想到 就没有被这么破的网去应对 所以对 这个我们也在去 因为三国沙是一个电竞游戏 是不能允许任何一秒钟的丢包 对 就丢包这个东西 反正我也不是很了解 总之是后台程序员也是给了我们一些测试的方式 让我们去回传一些资料 但是目前看来我觉得大概率问题不是技术这边能解决的 大概率问题还是从网络里面想办法了 就希望今天不要丢包了 对 我们就但愿吧 但愿一切都能很顺利 其实往常的话 我们其实周一到周五的直播都很顺利 周一到周五从来不出事 只有周末的时候出事情 所以技术这边也是推测说是不是因为歌华他们家的网络在周末的时候比较拥堵 这个网络又不是道路怎么会拥堵 我也不是很理解 对吧 然后具体是怎么个读法我也不是很明白 好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乙级俱乐部 我们知道除了甲级联赛以外 我们还有一级联赛 乙级联赛的话是跟甲级联赛几乎同步进行的 同步进行的比赛 这只是没有由官方直播间播 对 乙级俱乐部的联赛是由甲级俱乐部的联赛承包了所有的直播任务 承包所有直播任务 那目前呢四支队伍已经就是四支晋级队已经确认出来了 分别是归芯啊 这个GC DRT和陶制队啊陶制队 然后这四支队伍的话会后续进行呃四强赛 四强赛的话就是单淘赛赛制 然后呃最后去决出一个乙级俱乐部的冠军 这个俱乐部冠军呢会相应的获得积分啊 获得加分获得积分的奖励 但是这个积分奖励也并不是说谁赢了第一 谁就一定能晋级甲级 也是要跟平常日常的一些呃 俱乐部的运营啊维护啊 包括团队建设啊等等是哦 通合的一些品行 对对对啊 是要挂钩的 因为今年我们一日再加1334的聊这件事情 我们说 那乙级俱乐部会跟甲级俱乐部干吗 呃不会 不会是吗 不会不会 没有没有打的机会 没有打的机会啊 就是底下约战随便 我们支持约战 然后也欢迎约战 有点比较清闲的时候 我们甚至可以说去我们来直播这个约战都可以 但是呢官方赛事中是没有这样的规划的 安排 没有这样的安排 对啊 因为我们今天也是说要做专业的俱乐部比赛 专业的话呢 那么除了打的好之外 我们也需要大家在运营方面 然后在你的宣传方面 就是官方现在要鼓励和培养这些非常完善的一些俱乐部啊 对啊 你说我那我就打的不好 我就是一个管理人才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去通过你的管理 通过你的运营去吸引好的选手来你这里打 对吗 对啊 所以呃 这件事情反正我们起步的话呢 就是真难一些 然后慢慢慢慢来慢慢来啊 毕竟也刚开始其实也不错了 能把这么多好的俱乐部去请来 然后组织如此完善的比赛 是的 大家其实看到我们今年俱乐部联赛的直播跟去年相比就 呃已经又用心了很多 或者说已经又提高了一些啊 提高了一些对吧 主要是在这个包装层面上 还有我们呃 比赛的一个反正我经常看朋友圈朋友圈里头全是咱们这方面的资讯对对对啊 对对对 推广的力度也非常大 是的啊 所以就代表着这个冰封的圈子里面呢有大部分都是呃 都是呃都是大佬呃 都是大佬呃 经常和他们聊天都能透露到他们的彼此的占心嗯 那关键老师说这马上就要干独恋了嗯 非常厉害好的那咱们看一下这局的bp啊 那冷方也是拌掉曹瑞 然后冷方拌掉胃炎啊 又是这样每一次都是这样 然后这个每次都是冷拌曹瑞冷拌胃炎 剩下的再想想 嗯 嗯 张松和王后啊 嗯 王后还是没有这个上场 毕竟是一个冷的一八连位的位置嗯 我们这种局面下呢 常见的第一个纠结的点一般是出现在国家里点这个点上 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呃可以排布国家里点 然后有时候冷色会呃在这一手的话进一个桌紧 然后去说留留一个一号位的压制的引子 就是说啊我至少吓唬吓唬你很大怕啊 就不要把文聘禁掉了 嗯 双哥花的位置西竹路会手抓哪个将呢 对 常见的抓法的话里点是一个 然后呃 夏合适是一个 胜率并不高的夏合适 夏合适经过昨天的三战三胜 目前夏合适的胜率已经提升到了41.9%啊 可以可以有进步啊 真是不可思议 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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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41.9%什么概念呢 就是已经接近里点的42.5的胜率了 大家没有想到里点胜率也这么低啊 嗯 对 可能是被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每次都是里点刷一波然后被他起码 没错没错 以及张合的42.3的胜率 对 现在所有的上场超过20次的武将里面啊 就是上场率超过27.8%的武将里面 胜率最低的是福王后 只有35%的胜率 20次上场7次获胜 嗯 好的 这边选择了里点 那么一号位 呃 前国家 一个思路啊 再一个思路 我们见过的几种打法啊 中瑶 中瑶王姬 对 中瑶王姬 然后这样王姬灯爱走起啊 还有一些比较外面的思路 比如直接上个成玉啊 然后拿成玉去呃 克制一下里点啊 拿福兵限制限制 那有可能选甘宁 对啊 还是小老师 小老师中瑶 小老师中瑶 张合不练师啊 又是又是一个 当然也有可能补一个诸葛锦 呃 但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这边三号位上过家 然后六七号位的时候补一个和调后的话 其实第一波还是有点凶的 嗯 不是说 而是冷房这个阵注定就是一个慢阵了 而暖房一定是一个急功近利的 一个比较快的一个阵 果然还是选择里点国家刷一波 然后至于你们刷的牌 嗯 核心还没有去选 核心 就是以阳南文丑为和也可以 但效果不好 他们肯定是刚刚选拘兽的 七号位置不出意外 是一个拘兽 那么五号位置 看到对面的诸葛锦 肯定不会五大桥 应该还是非常常规的 呃 不是什么张合不练师 就是什么 诸葛锦不练师 诸葛锦张合 嗯 啊不是已经诸葛锦已经没有了 那他就只能是 只能是 只能是选择不练师 不练师和肝宁 嗯 肝宁的话也是为了担心 里点范一滴罗尔AOE直接炸了 对 会比较尴尬 这是一个现在 这个这样是常见的一种 去针对里点的方法 就是用氛围去压制一下里点 是的 而且是说 呃 不光针对里点呢 还能捎在手的 有一些别的作用 对吧 因为整体AOE都有限制 是的 哪怕骑手自己先开个五股 这波收鱼转到手也挺好 也挺好 这个界线突破肝宁真是加强不少 嗯 下游士 虽然上场率还 就上上来很多啊 但是放在放在放在一号位的情况 是相对少一些的 嗯 一号位的位置相对少一些 下游士上场总共43次 72场比赛 上场43次 上场率59.7% 接近60%上场率 排名的话 上场率排名第三 比赛高的两个分别是桌井和布列师 这次也登场了 哎 五股风灯就出现了 嗯 说什么来什么 开一个五股风灯 甘宁是肯定会分威的 排 嗯 还行吧 逃无蟹过拆 肯定是要拿的 剩下的排可以想一想 肯是 会拿杀吗 还是拿杀 那剩下的就是 逃无蟹和过拆 你先拿一个 目前居兽的话 依然保持着 极高的一个胜率 80%的胜率 10次登场 8次获胜 而且居兽基本上每次登场 都更多的会跟理点国家配合 而且这次暖色 这次暖色呢 还打得更加的慎重 在可以选择用和太后的情况下 依然决然的选了桌井 可能是最近几天的SAL 多次居兽 让他们学到了教训 对对对 我们还是稳一点 我们哪怕少过两排 一定要保证居兽的行动 是的 这边夏威士也是出生的乌哈虎 直接开始打二号位的理点 理点犹豫了犹豫 这个事情吧 反正一张路要贴你 是有可能发生的 想到了还手 哎继续还手 还有吗很激情啊 没有了没有了 还是选择发了忘戏 这个忘戏 反正 小心吧 小心吧 因为如果如果如果手里没闪的话 对吧 人家一张沙怼一下再添落就更惨了 对吧 但手里可能有闪 觉得说 因为你确实确实你通过决斗还手 你消耗了 呃 消耗了最后是大量的杀 对吧 对 好的 乐不思主 但没事我们叫诸葛锦 所以第一手不害怕 那还是要常规刷起来 理点这边还是打过家 配合起来 幸亏补了诸葛锦 南方也可以去肆无忌惮的把大量的 这个用来建一个牌 写到居住这边 嗯 逃跑今天依旧是一如既往的 嗯 啊就不黑了 官方直播间就不好意思黑人了 嗯 一如既往的英姿萨爽啊 微风一词 微风凛凛 对 宏甲说的词有多美 我想说的那个词就是相反的 嗯 哎 你看看 由于用掉了 氛围 对 这下麻烦了啊 这下麻烦大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 佐定终腰给自己 这个南蛮入侵啊 这 理点 这种玩意儿就一南蛮起来就停不下来 有可能再来一个南蛮入侵 这就很痛苦了 嗯 因为这个一发南蛮入侵所过的牌是 很多的 嗯 老房肯定是有杀就无脑出杀 不用想其他的问题 他肯定会忘信你 主公诸葛锦 他们在沟通 啊我们这可是个主呀 卖不卖呢 卖卖卖卖 毕竟是理点 嗯 可能这波就直接起飞了 也说不定啊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强调说 回后外的消失是 没有 防御能力的 没有防御能力的 对吧 许你打我 又许我打你 而且讲道理 中瑶这个主位吧 也并不一定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安全 扛揍 啊 只不过是说暖色这个局 呃 先把啊 下游市这个点 收拾收拾 就就挺好 不不不不一定非要挺着点去打中瑶 因为打中瑶的话 呃 开辟过多战场 去骚扰一下中瑶 而不推中瑶 是吧 啊 中瑶只剩挂一个简易和一个弩 有可能 我觉得还是要打中瑶 他们就这么 这两张过拆奔中瑶还是有有对中瑶还是有想法的 对吧 否则两张中瑶 三张过拆奔中瑶 那还是 这也是排顺啊 就是说我们能够 为什么我们不学打中瑶 因为中瑶本身排比较多 学比较多 但现在如果你能够拆掉中瑶三张牌呢 中瑶的卡牌优势就少很多了 啊 那其实配合国家和利益两个人的输出啊 利益今天把说回合结束的话 这排就没法玩了 咱们这个给解决分散题是不合理的 这样的西竹路为了多次打脸红甲老师 所以听着直播就红甲老师说什么 我就就奔着相反方向 一开始本来是真的是要打下合适的 没错没错 一说要有那个不打中瑶 那就打中瑶 为了打脸而存在的医治俱乐部 好 那么看一下国家 啊我知道了 这个理点断杀 嗯 对吧 是 啊应该是有断杀的一个可能性啊 可能性 否则的话 其实这个理点是可以考虑 怼一刀下合适的对吧 怼不着也可以聊一聊啊 这边中瑶两张牌 刚才是被拆掉了 啊这边是展示了无限吗 展示了无限 展示了无限 并不是交无限展示了无限 刚才已经被拆掉了一张这个修乐连环了 我们看中瑶还是略微有点脆弱 一张冰杉寸钻 张冰杉寸钻的话 如果不交无限的话 你有可能会被诸葛锦直接关注 所以 盖胶还是要交 盖胶还是要交 对 盖胶还是要交 但是对方也有无限 于是 这个就非常惨了 这个 这个中瑶的话是非常痛苦的 没错 哎呦回复不了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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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张牌的中瑶啊 只有一张牌的中瑶啊 只有一张牌的中瑶 那你接下来还是一个 十一张牌的拘兽 对 讲道理说 诸葛锦都可以考虑 不给拘兽发牌 自己都如果没有距离的话 自己都先挂他一刀再说 对吧 来 拿一张牌拿了一张方片式的闪 闪 比较开心啊 比较开心 对 他们暖方 那个冷方就想 你们暖方的爆点是拘兽 那我就放上去骚扰你的拘兽 对 尝试去下掉两张拘兽的牌 嗯 是被无懈可激励的 哎 还是有 还是有 对 说法互相都是在对拆 但是呢 呃 因为一方较急的是主攻啊 另一方危危险的 其实跟主攻那没什么关系 主攻比较安逸 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的话 呃 暖方会 就是压力更小一些 对 短 短期之内应该是 冷煮会比较危险 对吧 但如果冷出狗柱的话 后面再说后面的事情 那就说 我估计诸葛景还是能够到中瑶的 嗯 甚至橘兽也能够到 虽然说他离的比较远 对 因为国家卖了这么多牌 卖到的呃 任何一个距离 都是应该第一时间准备给诸葛景和橘兽 对 而且他才给了诸葛景一张牌 如果说给诸葛景一张牌的话 我觉得比较关键的牌可能就是距离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说呃 诸葛景的红桃只有一张 然后已经帮李典过了用了 所以现在需要一张那个 补一张红桃牌到手啊 都是有可能 那不连事选择了火供李典 因为李典这个点看起来好像还有希望能推掉 看起来还有希望能推掉 但是暖色帮桃子肯定是能够救出一两回的 毕竟是过牌数量比你大嘛 其他的人他也惹不起 国家你是肯定不会去碰的 这个诸葛景呢 状态也比较好 对 打诸葛景是一个比较拼的打法 如果说打下诸葛景来了 好像只有有弩才会推诸葛景 对也还行 比如刚才火攻加沙 两张两张牌如果打到桌子的话 也还也还不错啊 也还不错 对啊 这边还是发了红圆 那应该是自己有装备了一招 我们看是简易碗啊 还是长棍的武器 啊 这边是一个鞋的连环 还是要继续的去刷国家 他们暖房这边其实挺好的 他们这个阵双核心啊 嗯 反正他们想让冷方觉得 橘兽是核心 但是里点也可以作为核心 打出非常高的输出 对 就是郭里 郭家里点之间的爆发也是很可观的 很可观的 哎 正好郭家可以赶紧 再给 再给橘兽 補一些牌 马上就能用 就给了一张 那如果给一张的话 这个鞋子连环家火纱的刷牌 其实 收益不大 嗯 就不是那么转 不是那么转 对吧 哎 这边郭后拆角看会不会拆到那张明闪 有一张闪是 呃 就这张闪 就这张闪是吧 嗯 拆掉了 因为这个一张牌大概率好像不是闪 大概这张牌因为是一直就 呃 从开机到现在就藏在局 藏在中央的手中啊 是的 中央本身是比较缺牌的 乌鲁蜂连玉有种兵有种乐 看能不能 暖方的全村的希望啊 嗯 一边这边一发万简七发 好的那据说的话 收掉自己的李典 收掉自己的国家 并不会发生啊 李典这边的话能再 过一张牌配合 然后国家这边的话 看情况吧 你像李典国家的这这个镇 他每一把都感觉特别惊心动脱 每一把都是 在刀尖上跳舞 没错 因为他是把血拿出来 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去呃 换对吧 他不是说 像像比如说 像居兽现在的爆发啊 居兽现在每出一张牌 他走摸的牌 就是靠技能 是凭空摸的 不需要靠血的代价 对对对 来换对 然后李典国家之间的这种配合呢 更多的时候是要呃 是维度的转换对吧 从体力这个维度 转换为牌这个维度 嗯 嗯 应该 就收掉了吧 啊 诸葛锦那边有啊 正好就正好再过一张牌 很顺利 然后继续忘记 帮居兽都过一张 啊 国家这边是 诬陷了 一方面可能没有闪 一方面卖血之后觉得 对吧 咱们应该就是这一波打下来了 好像卖个血也不关键啊 啊 因为就是即使国家死了 对于呃 居兽这边去购到中瑶也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那边是一个远啊 这个是近边 嗯 好的 切换轨道 从红桃的轨道成功切换到了草花 对 草花的话 但是刚才已经出了大概四张过拆了吧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过拆啊 这边请得了铁短连环 这个铁短连环连的是干宁和中瑶 啊 这边的话 一这一发九杀打没打没打着对吧 对 但这个不禁让我有点 不禁让我有点儿 那也就是说暖方是没有桃的 对 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 如果这个牌是这样的话 另外一种考虑是不是可以收掉李典 甚至收掉国家 然后连了诸葛锦和中瑶之后 九火杀诸葛锦 呃 堵的也没有两头呢 更冒险觉得 如果是我 我肯定会堵的 但是就是他这么打 把压力留给了后之位啊 现在后之位是有压力的 反正他这么打的原因就肯定是解释为哪方没有桃啊 至于到底他当时应该怎么抉择 就不一定了 嗯 赶金这边没有过多作为 然后 下屋市这个点现在是可以考虑如果有办法的话 打一下国家的 但是没有办法 好 这边捉紧的红桃可能也不是很顺畅 于是呢 居首这边居首还是比较失望啊 比较多的牌 然后却 没有 没有 没有能多次的见 造成输出啊 没有造成输出 对 不过也还好 对 李点 最可气的是没有距离 李点这边居然可以完美的去行动 而且还在喘气 对 这个居首最可气的是没有距离 你过了那么多牌 你居然没有一个距离 这是太可气了 对吧 因为你不需要够到 就是不需要够到很远 对吧 你只要打中央的话 二三的距离就可以了 对 甚至于说你担心中央那张牌是关键牌张的话 你牺牲到理解或者牺牲到国家那么大都可以的 对 但是很遗憾的是够不到啊 太可气了 这件事情非常可气 里面是一个桃 桃子 李点应该是不敢忘戏的 你如果忘戏一个黑飞机怎么办 对 你就不忘戏黑飞机 你忘戏一个什么 这边我挂了 结束了 好 你忘戏一个闪淘酒日子也没法过 对吧 OK 那么 终摇冰死 不减师犹豫了一下 然后给了淘 这个动作不是那么想 不减师可能在问说大家有没有淘 大家都说没有 然后说那我给吧 对吧 是不是这个逻辑呢 不用说干净这边还有 干净这边还有 组织双方 大家还是在互相的去 确认一下几方 还能捅啊 能救过来 李点还有没有 嗯 一灯牌摸杀概率 你看逃跑现在紧张的都 窍都不喘了 秉熙明示 对 哎 一发五封灯 哎 这个五封灯还是不错的 自己拿陶 我想想 他有可能会拿顺 可能得拿 得拿俩陶吧 他有可能会拿顺 拿顺的话 中央不拿陶就好了呀 嗯 还是拿刹 拿一个黑飞机 黑飞机 把桃子让给布展示 嗯 这个五骨实际上开出来的话 呃 等于是 给冷色一点点喘息的机会 给冷色一点喘息的机会 是我的话我肯定是拿顺的 嗯 那是去顺什么呢 中央拿什么顺什么 对啊 但是桃子会落到布展示那个位置 所以布展示的时候 还是会有个桃 还是能续一口续一口那个续一口命 然后中央大概就还是拿白银狮子 对吧 那等于就拿回白银狮子来 这个动作也一般 啊 这边是拿桃子 那其实这个动作 不好杀了呀 嗯 其实这个动作我们来说的话 没有遗迹给任何人自己留着 嗯 这个动作其实李 郭嘉也是可以考虑拿顺的啊 刚才 因为郭嘉拿完顺之后的话 啊 李姐里面还有啥 嗯 刚才忘记出了啥 啊 然后 郭嘉拿了顺之后的话 郭嘉是可以顺理成章 但是把弩拿过去的 当然前提是郭嘉手中的 杀的数量也还OK啊 因为现在整体看郭嘉手中的牌也一般 目前应该是布链尸手中有一个名桃对吧 是的 其他的就都属于未知的状态 嗯 郭嘉能不能把弩弄过来 先刷第一刀吧 郭嘉你需要多段输出 嗯 就 啊 发桃源了 发桃源的话 虽然是怂一些 但是哎 有无蟹的话就好很多啊 这个非常好了 有无蟹非常赚 对 反正给布链尸家居 反而是件好事 对 有无蟹的话 这张桃源就值了 那现在节奏又完全的倾向在暖色这一边 看忠耀能不能自己吃一口 哎 好的 雌雄双骨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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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布链尸子 实际上没啥大用 嗯 因为 反正他们是打了一点 对 够不着了 够不着了 好的 继续安续一下 啊 一口酒非常不错啊 这个 又是一张救命牌 布链尸两次安续 其实每次都给忠耀叙了一口命 还是选择装了松山武剑 这样的话 过锁定过以上也是好的 诶 睡手清阳 顺诸葛锦 嗯 嗯 现在 暖 暖色这边的话呢 居兽跟桌锦 如果依然继续够不到中尧的话 那么节奏慢慢的就要开始 偏向于冷色方了 因为冷色方的排差来说 其实还是大一些的 是的 然后中尧的命只要续住了 只要续住了 在肝宁的控制之下 你暖色各种输出 基本就是一回合的事情 对吧 比如这回合 你桌紧能够到中尧了 那肝宁直接先拆了 对吧 你里点减一弩 有了对吧 好 先把减一处理掉 或者先把弩处理 要先处理减一 更合理一些 当然两个都处理是最好啊 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肝宁在的话呢 嗯 就还还好 还好 鞠兽是一个奇迹武将啊 这个鞠兽可以把牌用的越来越多的 就靠四张牌 也咱们打一波奇迹输出 对 我们昨天应该是还见证了一个裸鞠兽 对吧 昨天还是前天 有一个就是 呃 没有什么配合情况下 一个鞠兽 然后跟个 好像是前天 前天对吧 跟个中尧配合一下 然后也也能发挥的蛮不错 是 两个黑条的酒 这边出另一个酒 看据说是不是要喝掉它 喝了咱的酒 这个酒讲道理 喝了其实就还好啊 有桃肯定是不救的 直接让中尧喝酒就好 喝酒 对 因为咱往别的说 您这酒待会是吧 留不住 啊 国家那边顺一手 顺过来拿酒菜你 一酒瓶了菜脸上 还不如就先喝掉 好 那干净这边的话 一方面要处理青龙眼月刀 一方面要处理简易码和弩啊 这两个是要先处理一下的 第一轮的干净 没什么作为就过了 这轮应该不会再咸鱼了 对 第一轮干净可能更多的是说 稍微囤一些牌 稍微续一续 因为好像第一轮问题说 拆光锂点也未必能击杀锂点 所以呢 而且有一张乐呼的锂点嘛 觉得还是比较比较稳妥 好的 直接没有去再去尝试杀锂点 而是直接把刀拆出去了 哎 这个要拆锂点手牌的话 是不是代表锂点已经死了 是有想法啊 有点像昨天那个没有被勒的空城章盒 对对对 昨天有一个 那好像都不是 是空城 不是空城 是空城 那个章盒是没拆章盒吧 我记得是 真真是空城章盒 空城章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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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啊 果然这边一张截刀杀人 解一马我不要 我有 还是拿了弩 推锯兽应该不会啊 推锯兽的话 就不是这么打了 还是只单纯保证截刀成功啊 这是要 那是要打死锯兽吗 打死锯兽的话 应该拆章盒啊 并不是 就依然还是 限制 限制 限制章盒不应该拆刀才对吗 个人猜测是他们沟通 如何能帮助夏侯氏 直接一个酒杀 斩杀到李典 那么其方法就是 不管李典的简易和 狙瘦的青龙眼月刀 直接去下手牌 对 那依此意测 夏侯氏是一定能打出 一个斩杀输出 酒杀的输出 酒杀输出 因为中瑶这么危险 两个能够到中瑶的 你们完全不理 嗯 那就只能理解为 也是用一种斩杀敌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冷嘱 是的 横民舰继续左定过牌 其实就是中瑶吧 不知不觉之间 通过左定都已经 帮冷色过了很多牌 是的 这个过牌效率其实很高的 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 这张手牵羊应该是后来的 对吧 但凡早有顺 是吧 谁没事拿那什么呀 谁没事拿那个 还还 切人弩啊 这边烟羽已经发了两次 是在找一口酒 还是找一口别的什么 能斩杀掉李典吗 找事 中备加密码 这个应该是一个拖时间的动作 不过他们能下掉李典的减一 不打死李典一 也就任务完成了 也就任务完成了 对 还说他可能会去寒冰郭家 一番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 过个牌 这个南蛮 还是 李典死的 是的 还是 就咱们一定要李典死 不想让李典活了 李典再活一轮 再跟郭家 补给一波拘兽 能也是挺难受的 我推荐这个时候就忘了 因为小游死没杀的可能性小一些 对吧 对于小游死来说的话 是不 就这个局面下 是不太能够接受 把最后一张杀 淹雨掉的 所以 大概率能淹雨两张杀 就是有三张的感觉 就是觉得还有富裕 应该觉得还有富裕 反正这个时候 忘戏了 有可能可以狗一波 但概率也很小 因为一张牌 闪淘酒的概率25.6% 对吧 那还是小概率实际 嗯 这边 狗兽 十倍已经触发掉 那 过来是挂一股定 一张火纱 是能够直接 对吧 打的狗兽很弹瘦的 再来一个南蛮入侵 两发南蛮入侵 两发南蛮入侵 那目标已经不只是一个理点了 这一发目标的话 是说理点跟国家两个人都要 都要这个尴尬 哎 这个这个旺汐果然没有忘到沈陶酒 对不对 就是小概率事件 是的 但是旺汐有张杀 没有想到救了命 国家也有一张杀 两发南蛮入侵的规划 从现在来看是很伤心的 对吧 最优最优局面 跟第二游局面和第三游局面都没有发生 能不能收掉居寿呢 有在考察 但是收掉居寿绝对不是最优的三种局面 最优局面叫国家理点都死 第二游叫国家理点死一个 第三叫国家理点死另一个 然后 所以 对吧 但是我说的是一发南蛮的期望 并不是说整个回合节 整个回合的期望 哎呦 理点被打死了 理点死了 理点被打死了就不太好办了呀 居寿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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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 无论理点死还是居寿死 只要你还能让 这还是可以过牌的 对 只要你让国家还有口气能够喘 那 中瑶都并不安全 当然了 已经求到了不练师 对 当然了 如果您下游市手里边对吧 捏了一两个桃 您随便 而且反正也已经烟雨过了 又让勒布斯主贴上 别人贴上桌紧 因为是已经烟雨过的下游市 所以还能给中央补两张 然后中央两张牌补点黑飞机 还是有希望去完成 就是没有绝对的安全而已 好 看一下国家能不能有出发阶段 有出发阶段的话 还是有可能可以斩杀掉中瑶的 勒布斯主 黑桃二的八卦阵 诸葛锦 没有选择 哇 好吧 那非常遗憾 这一局来说的话 我觉得 李典的五股封灯 其实是一个战局的转折点 是的 对 不过他肯定还是想开的 在五股封灯之前 我们无法确定 中央这边还有什么回复的手段 手牌是零 其他人的桃子不确定 然后已经求出一个 他就是想杀棱主的心太强烈了 他就是求出了一个桃在不练师那 然后求出了第二个桃在干宁那 他最理想的开出的牌是八张杀 开出八张杀就赢了 对 然后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叫做这张五股封灯如果不开的话 他是可以接受国家直接摸牌之后裸杀 重要的 对吧 去堵小时没有桃或者其他情况 这是第一个情况 然后第二个选择叫做开出来之后的话 那么他是可以两个人拿桃 然后就认了他 但是他觉得说这样也不行 不是个办法 他还是想搏一把 然后所以之后拿了杀 对 这张五股还是挺关键的一个 一个牌张吧 然后夏侯市最后一轮的爆发也是 一方面夏侯市跟其他人之间 乔石过了不少牌 自己烟雨也能过牌 然后跟 而且这个中瑶 中瑶的佐定也能过了 不经意不经意的就佐定了好多张牌 是的 然后夏侯市他们这边就缓过来了 没错 所以我们也是 恭喜老司机 恭喜老司机 先拔一成 对先拔一成 那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这局选架的一个过程 因为双格化的选架 实际上组合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可以选择的套路也是比较多 老司机这边是一个排插阵 然后选择了不练施 夏侯市不练施 中瑶和甘宁 然后这个甘宁呢 就是为了应对对面的离点 对面是这个刷牌 卖血刷牌阵 就是离点国家 然后去离点国家 诸葛景三个大辅助 然后去辅助拘兽 不过最后从结果来看 拘兽并没有去爆发起来 而且就没有爆发起来 也就是说也没有距离 所以最后让本来开场 就被暖方压到死血的中瑶组 最后苟活到了胜利 那么最后也是恭喜老司机 战队先把一成 所以我们其实回头来说 还有另一个第二个点 就是拘兽的一点 可以打得再更拼一点 就是有更拼的一个选择 这个不是说 主要是不知道他当时的手牌 赌不赌的问题了 对 你说他是不是可以不救自己的队友 然后就不救 就不救 铁锁连环 不救离点 铁锁连环 朱格锦和中瑶 然后直接酒火奔朱格锦 对吧 当然咱们从结果知道 中瑶的那张手牌是一张桃子 然后其他人手里有没有 需要再有一张桃来救 需要再有一张桃来救 对 但是整体上来说 其实暖色是比较不顺的 那一方面你说 里点国家俩人也是过了不少排 连根棍都没有 连根棍都没有 然后呢 里点国家之间反正过完之后 暖色方桃子也并没有觉得很富裕 摳摳摳摳的 一个桃子就里点 然后摳摳摳摳的国家自己要出无限去扛这发万箭 下火式的最后那一波也太狠了 直接两个南蛮入侵 然后还能出杀 因为我们说这个冷色是一个排插阵 它能做到通过时间的推移 两轮之后 我的排插已经积在那个程度 跟爆发是一样的了 跟爆发是一样 所以这一波 排就是爆发的能力 对对对 还是非常的可怕 虽然第一发南蛮 然后里点迈出杀来了 但是也没有用 我突然发现咱们的 咱们的网站的比赛 越进行到后边 感觉没有那些低的失误了 嗯 不会像前面出现 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失误 然后现在感觉上完比赛双方打的都 都能说得过去 对 包括就算它是没有去赌 也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 有各种抉择 这个不是比较失误了 对吧 就是这个地上有一个 地上有五块钱美金 然后地上有四块钱欧元 对吧 你得研究看这个贵 那个贵就是汇率的问题 这是选择对吧 说地上五块钱美金和十块钱美金 然后你选了五块没有选十块 那个就是15 是吧 好 那我们把奖抽掉 我们的注奖观众 结束比赛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抽奖环节 那么注奖观众的话 会收到我们的私信 奖品的话是我们的皮肤包 然后抽奖的动作 会有导播在后台来进行 所以请大家 多发弹幕 等待 多发弹幕 然后多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注奖观众的话 需要回复一个私信给我们 私信内容是你的账号和你的大区 我们会把奖品通过游戏里面的邮件方式 发到你的账户里面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注册100个战区账号 然后挂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 这样能极大的增加你的重奖概率 清测有效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下把比赛 然后双方已经开始了BP 冷方半掉了最近非常大热的文聘 好像是文聘自从进入降池就一直在热 对 没有最近大热 对 然后半掉了冷方 比较忌惮冷方一号位选胃炎 文聘的胜率也有所回暖 目前为止的话是14次登场 4次获胜 19.4%的上场率和28.6%的胜率 之前一度是8次上场没赢过 好吧 在最开始的阶段下 应该是都是文聘单兵作战 并没有带曹王吧 对 文聘带曹王那时候带来真的很少 曹王本身上的也很少 曹王是 曹王更惨 曹王是五次出阵 一次获胜 可以 惨的可以 惨的可以 赢的那次曹王好像我印象中 还不是跟文聘赢的 赢的那次曹王 应该是有一次跟福王后赢的 跟福王后 就是太子慈杀福王后 然后曹王再跟他倒牌 然后福王后再去封别人 看一下 大概是这么一套组合 冷方选择刷牌阵的夏侯氏呢 还是选择一个土豪 选择土豪 好 那么冷方 会不会选出黄中 黄中和太后 之前看过一把黄中和太后 他那个就 其实我比较糊 就直接把那个暖 二号位直接给秒 黄中目前上率其实非常低 就是 不过黄中秒不了弥足 对 弥足这个黄中没有强命的效果 对 目前黄中是只上过一次 也只赢过这一次 百分百的胜率 好的 应该是要选择刷牌阵了 要不你就选 黄中 王姬 好 刷牌阵 好 张和夏侯氏 开场限制一下 暖方 应该是要打爆了 因为 弥足的辅助还是可以的 还有没有一种情况 双方都是刷牌阵 就是 牌杀阵 其实 比较少这种情况 对 也有 在最开始的阶段 其实经常会有这样 比如说 双方对刷 你拿夏侯氏 我拿布脸师 你拿张康我拿猪哥姐 对对对 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刷了刷去的话 夏侯氏特别吃亏 因为夏侯氏 就明显会成为 那个被激活的点 那那好了 那就是 这个经典的 王姬邓爱的组合 因为暖色这一次的位置 是非常优质 非常优质的一个位置 那老黄一定会抢 诸葛景 对 邓爱千万别是 不 夏侯氏千万别是主 夏侯氏如果是主的话 太惨了 是的 那么 诸葛景肯定在七号 然后六号呢 他们会选择一个中瑶 OK 那对于 那方来说 他们的选择 可以选择一个富王后 或者是选择一个曹冲 绝对不可能是另外的人 只可能是富王后 怎么会选择和太后呢 这个凶啊 这个是人家的自己的想法 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和太后 我觉得 选一个曹冲 或者是选一个富王后 就靠开场赌弥足 是能够到富王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套路 不 他就人家就惦记着我 邓爱直接 顺光和顺光夏侯氏 一刀九杀带走 王姬这边先给一刀 然后邓爱再补一刀 弥足够得了给一刀 厉害了 三刀九杀对一个 夏侯氏能不死 对吧 难道这是金刚不坏之身吗 也不一定 嗯 好 看看他们的效果怎么样 偷牌是肯定会偷王姬和弥足的 这个我不怕打脸 然后 跳过期划阶段 对他肯定会卡一刀 根本不需要跳过期划阶段 还卡一刀 九 过张牌 换一张 那砍谁呢 青龙野岛 哇 这个牌这么好 青龙野岛的话 青龙野岛 砍王姬吗 但是实话实说 砍王姬效果并不死 就没什么大用 因为是民主马上要给王姬 对 打中了又如何 而且王姬自己如果不掉血还好 掉血之后吃桃子 旗帜更多 反而能旗帜 就像咱们前面看到的一个被坠恐的王姬 还是让童爱觉醒了 对 就是因为掉血了 掉血了我更厉害 吃屋中喝桃 吃屋中喝酒吃桃 这开屋中 非常变态 开屋中喝酒吃桃 有多种方式可以让自己去觉醒 老变态了 嗯 那么 这肯定是没有操作了 这些桥石就OK 然后王姬能几旗帜呢 哎 现在可以在弹幕上猜一下 我觉得三到四吧 应该是能能比较实现的 但问题是说四旗帜的情况下 能不能让童爱醒 是问号 对 很难 像我多次提到的我曾经 我们对这个奇之五次只有一个田 嗯 而且是在有诸葛景的情况下 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2016CQ的至尊对决 嗯 非常惨 这个时候 随便刷一刀 抓了一刀 这个时候肯定在计算自己的点数 数学不好 就想想到底是 把哪些牌给忘记 但是这一刀杀象张合的话 还是比较 比较觉得差一点啊 就是因为没有够到下伙式 然后 因为下伙式还确确实实是暖色比较合理的一个 呃 初期的激活点 嗯 对 但是 民主你作为一个 对吧 比别人多过四张牌的情况下 没有够到 还是可惜的 哎 好的 利用第一发田 啊 第一发田 失败了 奇之一失败了 难道真的会奇之五次只成功一次吗 啊 奇之二 奇之二 再次失败 我的天 开的是三到四次啊 我的天 看来现在可能会不止这个数字 会不会真的如我所说五分之四全部红桃 嗯 好那逃跑估计得拉黑我了 哎 无懈可击 OK 这个时候王姬已经慌了 看王姬的嘴型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金鱼嘴 奇之三 非常痛苦 慌了 他已经不敢点了 再点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但是穿沙已经可能是强弩之末了 还有没有后续要做的动作 有没有其他的表演呢 但还只有一张点 简直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啊 刚刚八卦 稍微把时间的拖延一下 奇之三到奇之四 奇之三还不错 其实 但是只囤了一口天 其实他靠自己的力量就奇之了两次 嗯 这个 哇 这就非常尴尬了 嗯 废了呀 这不是尴尬了 这是废了 这邓爱完全 他们这个阵就是得靠邓爱去 打出排插打出输出的 也也就是 但是幸亏有了何太后的存在 嗯 导致这个阵型下 人人都可以当董存瑞 人人都可以炸碉堡 对吧 是个人就可以跟何太后配合一下 然后九杀就呼过去 这肯定会毒的 不管想多久一定会毒的 只要你是一个人类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啊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如果小伙是手牌 就是血量回不上来 只有一手牌 给送了一张过拆 啊 只有一手牌的话 那它是很危险的 好的 像是拿来过拆 哎 这个配合可以啊 我给你摆一个过拆 然后你拆掉加一 然后顺一张手牌 再开五股分灯 啊 继续还有顺可以拿 嗯 这个展道里如果顺了八卦 然后对吧 就剁了王鸡 也不一定完成不了 哎 选择了杀 还是要发言语 嗯 还是要发言语 看你灯爱 其实这一手啊 灯爱也是要念念那什么的 也是要念好的 万一你要是一个三天的灯爱 这张乐就已经呼你头上了 对吧 人家是不会有闲心让你这么来去悠闲的操作的 要怕害怕佐定 所以拿了一个草花的牌 嗯 终于要收掉乐不思数 哎 冷方 好像冷方 有拿闪电的机会吗 好像没有什么拿闪电的机会 排太好 嗯 都是什么借刀啦 勒不思数之类的 对 暂时不考虑闪电 是的 你看树手倩阳都流了到一个很靠后的位置啊 我明白了 他们选何太后 本来是想利用何太后和旗帜的配合 嗯 可以帮助灯爱觉醒 但是万万没想到 旗帜了三次 灯爱就红桃了两次 对 所以现在何太后变成了一个 输出上的主力 因为我们还是说下游市这个回合 有简单要做 第一件事情呢 呃 看能不能处理掉王鸡的盾 然后 啊不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拿顺牵也不理你的那个盾的原因 因为我有灌石斧 对吧 因为我有灌石斧 那抱歉了 然后邓爱因为这个决心了吗 没有 好的 还是救回来了 还是救回来了 吃一个桃子一手牌 并不一定很顺利啊 并不一定很顺利 我们看灯爱能不能把这张手牌处理掉 手里是有一张决斗的 但这张决斗呢 勉勉强强跟中瑶手里这张勒布斯鼠 就抵消了 因为手里这张勒布斯鼠是这张黑飞机 啊 还是要帮助喝一口酒 对 但是下游市这张手牌是闪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啊 感觉上挺大的吧 至少说 反正不可能是杀 嗯 因为是杀就直接那个什么了 是杀就不拿杀了吧 谁不是杀 哎 我赶紧扛掉 哎呀 这极有可能是一张闪 杀 有可能 反正不可能是杀 也不可能是锦囊牌 很遗憾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如果是一个 觉醒了邓爱 对吧 那将给对方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是的 对 所以冷方从抓将这方面强调诸葛锦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是的 冷方如果蠢到连诸葛锦都不拿 被人家暖方8号拿一个诸葛锦 那这个时候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酒火 哎呦 坏了 王姬应该是没什么 命运多船啊 我希望了 多次救我 哎 没人能救了 嗯 直接倒地 我觉得 一把桃圆结役 我觉得这把真的是 暖色有点走远了 暖色有点点走远了 暖色有点点走远了 因为邓爱在没有王姬的配合之下 想觉醒是非常困难的 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 朱葛锦那边还又能 给这个夏侯市补一张 补一些牌 对 张合几眼了 直接可以把中瑶的嘉一 直接给夏侯市 对 就现在 现在是 现在是 现在是排局进入到冷色 非常喜欢的一个节奏 就是排差 然后呃 几方呢 虽然是有点有点危险啊 两个人只有两个都是凉血的情况下 但是还是 能苟住 只要能苟住 只要能苟住的话 那排差刷起来 日子就全都有份过了 王姬这名选手的表情是非常到位啊 嗯 自从死了以后也是 还是表情包系列 对 这个很伤心 说这事不赖我 我该我该做的事情做到了 我该发的事情发完了 然后我该气气排气了 你这时候自己判不出来这个事情 王姬的表情 在邓爱这个两次屯田红桃的时候 就有点异样 自己阵亡之后更是非常 对 你要是四次红桃里边有三次 有四次里边有一次红桃 这是一个标准概率 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三次红桃两次怎么回事 没法跟大家交代啊 这件事情还是很伤心 很伤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局面呢 就是拿王姬之后 前置卫要拿要拿要拿桌锦 就是我王姬桌锦一块拿 邓爱不着急 油门你拿走 我也可以不要 但是你把桌锦留给人家 人家是可以要的 人家是可以上的 人家恰恰就是一刷牌阵 这把就是输在于桌锦的拿位 桌锦的拿位 桌锦的拿位 我相信 这个咱们网站官方直播间 自从加了选手的表情 也是变得更加有趣了 嗯 祝福选手的表情还是非常丰富的 对对对 你看亚特现在像不像一个潜伏在 暗中观察 黑豹 一个什么猎豹啊之类的 对 伺机而动 他那为什么这么黑啊 是不是在地下一层的小黑网吧里头 好黑好黑 对 黑到这种程度 如果后面那么黑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一个光线补到脸上 才能够让我们看清他的脸 他现在就是电脑的屏幕的那点荧光 黑暗中的毒蛇 暗中观察 他应该只露半张脸 就更加完美的替合暗中观察这个稿 暖色现在还想去打下游士 但其实已经很难了 没打不死 对 已经很难了 然后但是打主吧 好像也不太好 不太好打到 这玩意儿感觉看起来像十滴血的这张和 然后和太后呢 对吧 马上也就要与王姬去相会了 但这个思路其实很有意思啊 就拿和太后配合王姬去 这个思路可以 帮能爱觉醒 对 的确是比我给他们推荐的曹冲和那个佛王后好一点 但是天公不作美 对 就强势的把比赛搬成了 极尖要搬成一比一平 极尖要把比赛搬成一比一平 投吧 投了 这投了好好调整调整心态 对 确实是希望不大 尤其对方是一个刷牌阵 是的 而且对方就是刷牌阵的情况下 主攻还很安逸就很可怕 对吧 这个比赛非常精彩 打成一比一了 打成一比一了 打成一比一 那我们还是简单先回顾一下上局的一个搬选拳的过程 看看有没有机会先拿王姬 就是把王姬跟桌子一块去拿掉 开场的双方的BP就非常的有锋芒 然后暖方办的非常常规 没什么可说的 冷方是也是害怕离点 搬掉了离点 然后从Pick这方面来说 先说冷方 冷方是今年的这个排查阵 也就是张和和这个夏侯士 然后暖方是当时是首发了弥足 然后首发弥足之后 他们直接就选择了在三号位抓王姬 而没有选择在五号位拿诸葛锦 就所以就导致了对面冷方拿到了成功的拿到了诸葛锦 这个时候从这个时候就注定悲剧 果然是最后在排局中发生了邓爱 这个虽然说和太后和王姬进行了完美的配合 帮助邓爱这个囤三次填 但三次填中的两次都是囤的是红桃 最后也感谢所有的选手给大家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把比赛 也感谢王姬这位玩家的精彩的表情包 这局的话我们说几个事 第一就是诸葛锦这个地方有多关键呢 诸葛锦是目前72场比赛当中 72场比赛当中诸葛锦上场了51次 获胜了31次 而且黄家老师多次提到诸葛锦的作用 在四次中是大于三三中的 对 特别是当前的奖势 不算今天比赛 对 就是51次上场31次获胜 对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诸葛锦关键点在于说 邓爱你不要 人家也没法要 他没法选 他选了就没用 但是诸葛锦你不要 人家可以要 对吧 但是为什么他们坚决的还是在三号位和五号位选择了王姬和邓爱呢 我觉得也有一种侥幸心理说 如果王姬在那个位置 急火掉 急火到夏侯市 并且把邓爱鼓都醒的话 那么邓爱的 对二三五号位实际上是一个联动位置 他对四号位的输出 对四号位的压力是巨大的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文家老师的这个议策应该是正确的 就是他们的想法就是 我就是觉得我的屯田不会悲剧 我就是能靠一波觉醒 在前之位 就稍微靠前一点 对于邓爱来说的前之位 然后去打崩 这事有道理吗 有道理 但是 但是一个王姬六张牌 旗帜一张两张很正常吧 有迷竹配合一下 多旗帜一个难吗 不难 还配合一个 多旗帜一个难吗 结果这个王姬他就是很菜 就运气很菜 四五个旗帜难吗 想着不难 四五个旗帜里边 我五个旗帜俩叛红我也醒了 然而事与愿违 俩叛红就没错了 我记得前天的那个王姬 人家就是自己的牌 六张牌 然后五旗帜 非常夸张 今天的这个王姬被辅助成这样 还是运气很菜 没错 所以从这个点来说 我们又发挥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 国家里点 人家虽然是需要靠血来换牌 但是他这个对吧 摸到牌的数量还是比较保障的 可以保障 不像是说这种组合 他有他的这个问号在里面 在问号在里面 文田的确是个问号 对 好那我们上半场的比赛 两场应该是全部结束 上半场一比一平 我们有一个两个精致皮肤包 需要抽给大家 那么中奖观众的话 需要回复一个私信给我们 账号和你的大区 我们的奖品呢 大概会在下周 应该就是全部结束之后才会发放了 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里面 应该会就是上周中奖观众 应该会陆陆续续的收到你们的奖品 如果没有收到的话呢 也不要着急啊 耐心等待一下 应该是今天两天就会收到 是的 好那我们的抽奖会在后台 由导播来完成 所以 应该跟我们这边关系就不大了 好吧 就专心看下一场比赛就OK 好那我们中场的话 还是有一个五分钟的休息 五分钟休息之后 我们回到收方的下半场比赛 也让收方稍微的调整一下 各自的心态 好那我们稍后回来 稍后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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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超过离点 因为在问离点 他要是胜率赛场 皇家老师就黑不动他了 对对对 离点的话 今天是一次登场 然后一次失败 所以是41次上场 18次获胜 这个算下来的话 我就是口算肯定是不行了 然后但大概确实下游市的胜率 应该已经超过离点 超过离点 那他超过离点的话 自然而然也就会 但他不仅超过张和 因为张和的 张和的今天也是上了一场 然后胜了一场 对吧 没关系 我明天会特意再聊聊 这个关于胜率的问题 我们每天其实打完比赛之后 我们里面都会有张纸去记录 其实谁打我里面都随记了 因为大家会看到 我每天 就是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其实是一个低头的状态 因为我得把上一局的情况 在最后的收尾记录一下 然后一方面我们 比如说包括战报 包括有一些胜率的统计 包括精彩队局 对吧 我们每周的战报里面 会挑选一局 比较精彩的排局 去给大家呈现出来 对了黄家老师 老司机俱乐部 他们负责BP的 是不是逃跑 应该是吧 不然是谁 那我就知道 刚才为啥BP那么菜了 那应该是逃跑 实在是太菜了 就为了就那么点赌 而且没有太大的博的意义 他就是抓个诸葛锦 就特别稳 就不抓 不抓就输 就是这样 但我刚才解释过了 我说这个东西 它有它合理的点 对吧 你说我正常盲鸡 人家老师就比较喜欢给人面子 对吧 然后配合 配合迷竹 多点多吗 逃跑 您可请皇家老师吃顿饭 这样帮你 配合客家老师多吗 对不对 谁知道 就是各项不顺 其实不顺 其实从第一点看到 哪就很不顺 迷竹起手没距离 这点就非常不顺 是的 你只需要一个二的距离 我给大家公布一个小数字 在你骑手有六张牌的情况下 你有一张二的距离的概率 是39.9% 就40% 骑手有四张牌的情况下 是28.7% 但骑手有多少张牌 骑手有十张牌 肯定不能那么算 在手把两个概率相加 就接近这个值 那也就是说 你骑手有一个距离的情况 大概概率是多少 68.7% 接近70%的概率 你会有一个有二的距离 我们算上简一码 算上了我们古定刀 青钢剑 也算上了长家伙等等 都算上了 对吧 就是这个距离 但是你没有够到 都是逃跑的锅 对吧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那个迷竹 有一个长距离的话 迷竹一个九杀 街上王鸡一个九杀 呼啸而至 你说笑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千疮买口 这个是他们既定的一个思路和打法 就是想达成这个效果的 对 看看逃跑能不能支持而后涌 不要再菜了 好 我们看这局的牌位 双格花 跟第一局是一样的 然后第一局的双格花 是冷册这边的刷牌阵型 战胜了 李典和国家的一个 李典 李典国家配合拘兽的一个爆发阵型 我们看这一次 双方在班选将上 会有怎样的选择 这边是把夏侯士给 跑跑去防止对面打刷牌阵 那自己还是想要 按夏侯士 对面会拿什么呢 会拿李典吗 二号位 就是还是常见李典 我们现在这种二号位 是非常常见李典的一个情况 还是说 有其他的想法 还是说手抓文凭 这个也是出现过 选什么 非常纠结 看来是 好的 依然还是李典 很传统的一个二位武教 淘宝怎么选择呢 在这个时候 手抓文凭 然后选不练师 那文凭就肯定不是主了 虽然说文凭主 可能是血线高 能更好的去保护队友 但是对面 如果直接集合文凭主的话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OK 文凭不练师 反正就是文凭是 需要有非常强力的队友 当然四四中选的 都是强力的队友 他需要更强力的队友 去在自己 去不断的正位保护团队的时候 自己的团队队友 可以给对面比较大的压力 没错 抓了国家 难道又是常规的 中鸟 还是太小看诸葛景了 没有人打理诸葛景这件事情 要最大化的去 左定望西遗迹和剑营 这把没有人打理诸葛景 双方都不选了 是的 冷色这边的话 曹昂和文聘的组合 曹昂文聘 就是要限制你的组点国家 曹昂文聘在本次 夏季赛中出现过几次 是不是 应该出现的比较少 比较少 比较少 OK 其他位会选择一个 诸葛景呢 还是选择一个常规的拘兽 拘兽算中宿 这个要选诸葛景呢 就是慢宿 拘兽吧 其实不行上貂蝉吧 对 因为你是怎么知道 有些貂蝉 因为这些 貂蝉课文聘是吗 因为这边有过一次 就是这边百亿文聘 然后这边貂蝉去离间 那个上次好像不是国家离点 上次好像是曹冲离点 曹冲离点 有customer用的 也是貂蝉去离间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把他们不断的中乐 不断的中乐 对 那把不是 那把是被一个曹真给他 对对对 被一个曹真 英雄的曹真 然后挡在了曹冲跟离点之间 两个人卖出了毛毛豆的牌 然后不停的弃牌 全都倒下 特别特别惨 这次我们看 那把不是中乐 对 因为这个就是应对文聘的一个 不应该叫小技巧吧 就是一个思路 一个思路 还是可以 还是可行的 中央和曹豪文聘的话 文聘是不是主 这个就五官通样了 对 中央和貂蝉 貂蝉还是 貂蝉目前上场还是非常少的 只杀了四次 赢了一次 非常非常恶心的 还好 暖方选择了一个貂蝉 以发乐不自主 中乐 先吃 先倒第一波没 倒完第一波没 再说后边的事情 感觉七号 其实选出个建议也挺好 就看这个貂蝉 能不能 很好的利用起来 七三章 冷色上阵 还是以针对为主 所以暖色里面 也是有反针对的一个想法和思路 但是曹王和文聘 对吧 这些同学的胜率实在是有点惨不忍睹 尤其是曹王同学 曹王同学目前五次上场只赢了一次 文聘十四次上场赢了四次 也都不是很理想 不是很理想的 但是当他们同时上场的时候 我觉得胜率是挺高的 就以我解说过的为数不多的比赛里来说 两个加一块还是蛮不错 对 我看到 上十把里头赢九把 就这么夸张 就是曹王赢的那场 好像也就是跟着文聘配合 好像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对 这个曹王文聘这个组合 当时 就有两点 第一就是恍惚间让人想起了当年的 乌图谷小桥的不败传说 第二就是会给对方造成极大极大的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 也非常有阴影 就是比如说这里一点九杀国家 这文聘来事了 他就不仅仅是正位冷方 也去正位暖方 对 所以但是现在从暖色来说的话 比较合理的思路 比较合理的思路 还是打文聘 还是打文聘 但是节奏上可以适当考虑调整 甚至于我觉得可以考虑 貂蝉就不要再一味的跟理点和国家去熬表 你貂蝉 其实只单纯的 只单纯的去理解文聘的话 我们假设你一回合理解一格鞋 那三个轮次之后文聘就成两鞋了 这个就是慢慢的去这么打 也还不失为一个方向 但是暖色能不能想到这个思路 能不能跳出固定的思维 因为你的固化思维中 貂蝉的上场就是为了刷离点和国家 因为你的文聘干扰我刷离点国家 所以我们貂蝉来刷离点国家 我上了国家离点 我不刷国家离点 我还怎么打 你能不能跳出这个固化的思路 就看是 首先不管是用离间去刷国家离点 还是直接离间打对方 他们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 就是去压文聘的血量 那么到底是暖方觉得 我靠自己刷出的这些牌 打的文聘血更多 还是直接用离间更加简单有效 就需要他们去想清楚了 是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聘 这是一个曹王保护的文聘 靠杀是永远打不掉文聘的血 这就意味着你有大量的牌 会被敌人压制住 好的 这边重要如果是一个酒火杀的话 那还是能给文聘来个下马威 然后我们想多了 想多了 对吧 然后再换句话 你貂蝉就理解文聘跟国家 其实效果也挺好的 对吗 好的 那么看一下貂蝉 到底是觉得 刷牌能更有效的压低文聘的血 还是直接去用离间作为一个输出技能 去压文聘的血更有效 好 我们看这边应该是继续的火攻一下国家 火攻一下国家 其实这个火攻是可以指文聘的 但是指国家也一样 因为指国家的话 它反正效果 就是能颜色上更稳妥一些 更稳妥一些 关键没有一个方箭话题 还挺好 这边国家遗迹的牌 要不要分离点 这件事情是要 在斟酌的 因为这个离点同学能不能熬过下一个轮次 要取决于暖色方桃子累积的数量了 现在交参到了离间的时刻 好 非常好 国家和文聘 这个思路 就是跳脱出国家离点的思路了 对吧 因为那么离点其实也挺好 因为你把离点牌涨起一点点来 是的 然后国家这边再卖出一些牌 但实际上卖出牌可能没有 就是很难有效的去利用 你刷牌的效率有了 但是你的牌使用的效率会受影响 可惜这个降词是没有流程的 要是有流程就好 能更有效的去克制文聘 对 完全绕过 现在统帅的降词里反而有流程 跟什么孙策呀 国家呀 流程好厉害 然后玩得不亦乐乎啊 不亦乐乎 哎呀 这边曹王还能杀到离点 那离点这个位置 对吧 农夫山泉有点悬呀 嗯 反正 反正曹王和文聘 这一点真不是我吹 就是不管你怎么打啊 它都是一个容错率极高极高的一个组合 就光这两人 对 然后再带俩 对 就容错率这件事情我是我是我是认可的 对 因为因为这个阵型 对吧 就可以说有一些操作是可以半无脑的去做的 嗯 对 这边也是打得更更谨慎一点 因为冷色依然表示说我方貌似是占有更主动更大的优势 于是呢 就还是让那个闪电先不要捣乱 下掉 不要捣乱 但尽管如此呃 我觉得这张过拆是不是不拆闪电而去拆桃 更好 因为你后面还有干净可以去考虑处理闪电的事情 嗯 对吧 就是神经不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前来处理 但是你桃子这一点处理是非常赚的 而且这还是一个可以被安序的干净嗯 根本不用怕自己断黑 对吧 比如说你就把中央那个青刀是不是处理一下 就还行 那么 因为除非你就完全不想说到这一点 嗯 对吧 或者这张过拆是就是就拆闪电当然很关键啊 拆闪电是一个好的操作 但只是拆闪电的操作呃 不一定要在这个这个时候完成 对就是干净那个点是可以干净那个点 也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拆掉闪电啊 是这个逻辑 中央这边也是觉得夜长梦多啊 赶紧把手中的青刀刀处理掉 这边就让人又接着接着开始啊 他应该是那张拆应该是一张黑桃拆对吧 需要先把需要先把组定破掉才能够 那个什么 一点再次冰死 嗯 应该是能救的呢 方还没有出过桃呢 对 好的 过来这边给桃 当然了 从不拆桃拆闪电这件事情来说呢 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冷色打的更稳健啊 更稳健 因为有可能你不脸是安蓄一个黑的 然后干净自己摸俩黑的 对吧 嗯 就都是有可能的 哎呦 对于暖方来说太难打了 打谁都是个问题了 对 但可能想赢的话还是只能打 还是只能打文凭 对吧 而且都得靠锦囊 反正就是暖方赢就得结合自己手里的锦囊 类似决斗火工 甚至是AOE 去压文凭的血 再加上貂蝉的理件 嗯 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局限了 有一个好消息呢 是曹昂那边挂出了一个灌石斧 这个斧子吧 对吧 如果能为暖方所用 哎呀 一颗神A出现了 这个关键时刻 翻盘就要靠这样的奇奇怪怪的AOE 对 许你神A就许我神氛围 怎么办 还有没有第二发 这张南蛮就等于就是买一个氛围下来 嗯 这也体现了干净的一个状况性 这边顺手欠阳选择去牵国家 牵国家有什么意义啊 就为了装 然后再过一张牌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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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如签文凭 他觉得这张顺牵 你看啊 如果我能签到我签青钢剑的话 国家先过一个 然后我在装上青钢剑 我再过一个 等于一张顺牵当一张无中来用 嗯 就也还 也还好 也还好 然后呢 既然这张顺牵 呃 逼的文聘交了一发 阵位 就都不亏 大家就有赌为数都不亏 都能接受的一个结果就挺好了 对 这样瞬间回首 哎 有一发决斗 说什么来什么 对 终于有决斗这种东西打文聘就很好了 嗯 其实也没有那么 他就是他就是单纯的非常扛杀 啊 就是单纯杀的输出奈何他不得 但是三国杀最主要就是靠杀去打呀 没错没错啊 因为毕竟这个一叫三国杀不叫三国国家家 对吧 之前也有过这种聊天说觉得哎呀三国这个名字对吧 太凶残了 没了叫三国国家家 对吧 杀不叫杀 叫吃饭 闪不叫闪 叫摔碗啊 吃一口吧 摔碗啊 就是杀一道闪啊 嗯 不练是这节 继续的去打理点 理点手里有一张书首青阳 另外一张未知 再次钉死 一个裸男出现 闪现了一下 中央这边已经是给说真讨啊 我们不会因为裸男然后被封直播间吧 不要吓唬我又 不会的 刚才那个只是一个飞回去的海报 看错了 看错了啊 是个海报 对 这个海报 对啊 这个时候 干明 搞谁呢 还是搞理点 嗯 这边应该是有 已经有属性杀了 所以可能是要通过属性杀杀操王的方式 确保理点 9 那理点应该是 哎呦 在家了 走晓了 这局的理点真真正正被中央被那个文聘限制的够抢啊很痛苦很难受 对 开场就被乐 直接就得气盘 对 但是呢 暖色也不用气的 因为毕竟还有貂蝉这个点能做事情啊 所以如果貂蝉这个点 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有点跟不上冷方的节奏了已经 就是不练师的不练师和干明还是会让暖方非常头疼的 对 但是调查我每会叫你格写啊 对吧 我就单纯的每会叫你格写就可以了 然后看有没有有没有戏 因为如果调查能够勉勉强强苟活下来的话 这边已经选择了去 呃 离见曹王了 离见曹王的话 这个这个文聘是可以选择出杀的啊 只是曹王会很危险 这个是双人舰而已 但是如果离见国家的话呢 那文聘除杀国家是不是好朋友的机会 他们应该要打中遥了 因为不练师也可以打到中遥 过去查一下加一马 有顺吗 我倒是觉得其实 呃 我们要一起打 对 其实文聘并没有像冷色自己想那么安全 或者没有像冰风想那么安全 对 因为这个貂蝉吧 你要是一时半会儿 办不掉它 它来回来去的折腾你还是挺烦人的 真的挺烦人的 对 好 这边通过雷沙打掉貂蝉一点血 打掉猪蝎一点血 看文聘自己 因为文聘自己回复能力还是差一些 还是差一些 其实不是文聘的问题 就是整体的冷色方 其实回复能力都很一般 都很一般 也就不练识的安序 可能是一个冷房非常出彩的排查机 对 其他人都不是 都不是排查这样 对 当年是一个零排查的武将在不考虑氛围的情况下 我们看国家现在要怎么处理 诶 乌漏偏颇连雨 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件事 我们说灌石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灌石斧是可以不考虑 曹昊这个 就不考虑曹昊了 你就是就当 就当是 就当是 就当你是个那个一一的大乔一样 对吧 杀你一个 你摸一个摸一个了 对 然后人望顿 闪 两张牌全升掉 很勇敢 有本你就鼓劲刀踩我脸 两张牌全升掉 做最后一搏 对 有本事你就踩我脸 对吧 啊 录到了一张黑条的杀 那到底中央手中还有没有另一个黑飞机呢 实在是让人 浮小连篇 也猜不到 这种情况 结果本来是就没有杀 杀了 有杀的话会杀吗 这一刀 如果是你的话 比如说你杀吗 如果是黑桃杀是吗 就是对 黑桃杀 黑桃杀肯定是不杀了呀 就是普通杀 比如红桃杀 肯定会杀呀 国家肯定杀对吧 我会杀中瑶 不会是不可能打国家的 哦 杀中瑶对吧 我觉得我就是杀国家这点不杀 那不可能 好 那中央这点还是死了啊 这代表着刚才如果不脸师 选择杀国家国家其实也死了 但是这一切都并不一定能够确保 把文聘在貂蝉的蹂躏之下活过来 活下来 给貂蝉的时间不多了 我感觉貂蝉 你能在第四轮离剑死这个文聘 这已经是一种奇迹了 嗯 先铁锁 对 说不一定需要单纯的依靠 离剑 离剑 对 阳装要用属性沙去砍肝宁 嗯 好 他选了先离剑 仓交了一条 火杀肝宁应该是有闪的 应该是有闪的 肝宁没有闪的 肝宁太低了 但是国家的冠师傅挂在那里 也就代表着你不能打国家 对 反正你国家现在是灌不了我 对 我也不碰你 还不够 我就去打貂蝉就好 不光不打国家 冰了都不要贴 就渗着他就对了 嗯 好 刚才说的人王盾 终于是被草莽摸到了 好的 施宁现在把斧子下来 那其实也别打 那其实最好也别打 OK 那么没有选择去挂冠师傅 反正自己也不砸 没错 别让满方再拿到 嗯 闻聘现在是挺安全的 OK 这个安序 其实可以先杀 然后再看是否安序 好的 他还是这个 哎 他如果跟他如果安序 这个甘宁和文聘的牌的话 是明安序吗 也是按着 对吧 嗯 是明的 是明的哈 场上所有的人都会知道 到底给了什么 对 我说到他选的时候 那张牌是按的选 对吧 对对对 选的时候是按的 所以他也不好听成是什么 对对对对 尽管如此 貂蟬那个点已经还是要 哎 还有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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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貂蟬那边 有没有最后的一个点 因为这个貂蟬呢 不是那个貂蟬 所以他的理解 应该还是不能够去 被无卸掉 文聘 曹昂最后一条 哎呀 是个普通杀 这是一个普通杀 那 那这把已经结束了 应该是结束了 应该是结束了 文聘现在 结束了 应该是结束了 除非是国家这边杀一刀文聘 文聘没闪 曹昂没闪 各种没招 好 暖色方最终还是倒下 恭喜冷色获胜 我们今天的三局比赛 到目前为止 全部都是冷色获胜 全部都是冷色获胜 所以说曹昂和文聘 这个组合 如果他们两个 能同时上场的话 还是很厉害 还是很厉害 纵然选择了 貂蝉这种 非常有针对性的武将 也就是 没能跟上他们的节奏 最后被打死了 是的 然后这局又被看到 基本上来说 李典国家这样的 常见的配合组 配合的这种组合 在这场战斗中 几乎没有发挥 没有 任何的配合 没有发挥 就是任何的配合 也是被文聘限制非常惨 也是被文聘限制非常惨 连顺手牵羊 都不让 哪房去顺队友 好 那我们恭喜 游文图斯这边 是优先获得了赛点 他们现在是2比1的 比分 暂时领先 我们的比赛总共是4局 所以 如果下一局 游文图斯获胜的话 那么他们将获得 本场比赛的胜利 如果是西柱路获胜 那么双方就打平 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 选将的过程 半眼将的环节 看看 但是曹昂这个位置 应该是不会 那边不会选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 经常会把文聘禁掉 是的 对 所以这次没进文聘 出了一些事情 对吧 冷方选择了1号位的文聘 然后 8号位 他们肯定是会选曹昂的 所以为了弥补 他们文聘和曹昂的慢节奏 选择了强大排查的布链石 以及强大控场的甘宁 这个甘宁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去奋威掉了离点的一个南蛮入侵 然后反观暖方呢 他们是首发离点 然后再尝试配合 一记和左定活没 然后最后这个7号位的选择 他既可以去 在 既可以选择 去卖队友的血来过牌 也可以选择直接压文聘 从排局的结果来看 他们主要的思路 还是用离剑作为一个输出技能 去压文聘的血 但最终没有去跟上 冷方的节奏和脚步 最后被冷方去击杀掉了 所以这把还是恭喜 这个老司机战队 获得了一把比赛 打成了2比1的成绩 2比1的成绩 好 那我们 还是例行的 会有一个抽奖环节 然后普通皮肤包 我们作为奖品抽奖送给大家 这点观众需要回复私信 把你的账号和大区告诉我们就可以 我们的奖品呢 应该会在下周的 周一周二的时间发放 好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 应该是双方的最后一局比赛 双方第四局的战斗 这局打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到底是游文图斯这边 以一个9分的分数 领好所有队伍呢 还是以一个双方打平的结局 握手言和 同时呢 这局打完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大胆地预测 下一局比赛的情况了 是的 因为根据以往的规律来看 是有迹可行的 对啊 每个轮次我们都是两胜两平 所以的话呢 目前为止 第五轮的前两场比赛 是一胜一平 所以这场如果是胜 下场应该平 这场如果是胜下场应该胜 是的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 以往的概率的统计 并不代表着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 OK 那我们马上开始 今天的第四把比赛 对 今天目前为止 夏侯市发挥的真好 夏侯市跟不连市都是两次登场两次获胜 然后 今天夏侯市好像没死 对 然后甘宁也是两次登场两次获胜 这都是今天表现特别好的武将 OK 双方最后一局 二三五七 这局的暖色呢 有点像第二局的一个阵型 但是比第二局的阵型要略差一点 今天的前三把全部是冷营吗 对 前三把全部是冷营 全部是冷营 逃跑 逃跑这边有点压力 这前面本来就全部是冷营 然后你冷方的位置 暖方的位置还这么差 暖方这个位置 也能打 因为你四号位的夹击还是没变 只是在进降的时候 对吧 可能需要顾虑太多一八号位的配合了 就比较麻烦一些 逃跑 拌掉了皇后和魏妍 皇后魏妍 这边应该会拌张松 然后放你个曹睿 看会发生什么事 对吧 不是 放你个那个迷竹 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这边其实是可以聊的 对吧 暖色可以说 你看你要不再放我一次迷竹王姬灯爱 看我这次王中 那个迷竹王姬灯爱怎么样 重来一次 放就放 对吧 于是二位选一迷竹 然后一四号位人家还选那个张和夏侯士 然后三五号位这边就还选王姬 结果没选灯爱 直接先选一珠锦 说透明思透 知错要能改 暖色这边进了文聘 你还真别说 有可能真如洪甲老师所说 二号迷竹 二迷竹 然后 五号王姬好呢 还是三号王姬好 三号王姬好 三号好 那就三王姬 五诸葛景 对 七灯爱 这回他们肯定会拿诸葛景 如果他们选择王姬灯爱的配合的话 我倒是觉得 对吧 应该坚持自己的 这边一样 跟现在 现在不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历史重演 跟我们今天的第二局比赛是镜像的 这是直播 我们不是在放重放 是一样的 对 唯一的区别是七八号位的一个位置有区别 但是呢 也不是很关键 目前看来不是很关键 因为八号位顶多上个国家 但可能性也不大 重要的是三五号位 是不是还是要上王姬灯爱的配合 我就是投影 我就是 诸葛景让给你们 我不要诸葛景 就像王姬灯爱 就像王姬灯爱 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 牛逼 然后那边再选诸葛景 没错 再选中央 没错 哇 有意思 今天这个比赛有意思啊 我就是不服 我就不信我的灯爱还能再悲剧 然后又是何太后 好好好 没什么可说的 这把就是要 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对 那么到底是第二次跌倒 证明了逃跑的确是个智障呢 还是说第二次 这个一雪前尺 终于完成了逃跑心目中 所规划的那个红图 非常有意思 那么张和还是像以前那样 直接偷二三 偷二三 跟夏侯氏这个乔石一下 还是说 咱们上次是这样的 上次张和偷了以后 挂装备 然后九杀 弥足 看这次是否一样 上次张和是个主位啊 然后这次的主位 转到了中央这个位置 是的 然后上次弥足也是个主位 然后但是这次的主位 转到了邓爱这个位置 但都不是特别关键 因为整体还是要看 弥足配合王姬 王姬配合邓爱 加上和太后从中搭手的 这一系列打法能不能成功 然后以及夏侯氏 是不是在邓爱动的时候死 还是王姬动完 夏侯氏就死 对吧 夏侯氏什么时候死 什么时候结 老司机这个时候 这个选将就摆明了 就是指着西竹路的鼻子 说我不服 我就是要选这个 我就要用这套阵容打扮你 对 我们也可以想象说 这个 游文图司他们对内 是不是也在讨论这件事情 对吧 说大家都说 逃跑你的叫起来有问题 逃跑说没有任何问题 一定是小概率事件 对 大家都觉得 是你们菜 不是我选都不好 说那怎么办 咱们证明一点 再选一次 如果这次还不成功 多一只手给你们 对吧 对 牵手怪吗 他是 那他得多多少只手 他是无功吗 对 多一只手给你们 对吧 你们挑 你们挑 尺只放着 键麦鸭掌 你们想吃哪个 我请客 好吧 好 看 这是一个 极其质的王鸡 他时光倒流 使自己的人生 再重新 来了一次 当时是有遗憾的地方 这一次你的人生 是否还是会继续遗憾 这个弥足 又够不到 最后事 又够不到 然后弥足再过 然后老司机全队 然后就 看王鸡的表演 上次的 虽然够不到 但是通过王鸡这边能够练一点伤害也行 对 哎呦 两点伤害 对吧 我们说为什么够不到 因为就是和太后没有 厉害了 和太后没有选择震毒弥足 对 所以让我们觉得说 哎呀 这个弥足好像又没有发挥 但这次弥足不一样了 这次弥足直接先对夏欧市造成两点输出 我们再看王鸡的回合 这个应该社会震毒的 对 多一次旗帜吗 没错 然后王鸡自己在喝口酒 王鸡死了 鸡鸡 又是红桃 没有说解 就是不行 逃跑 你就是智障 告诉你 你就是不服 是吧 好 让你红桃个扣 人生 人生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这个 刚才是 都爱给他 都爱给他 就是王鸡不是被震毒 冰死吗 然后再给他淘 你还是 好的 这边两口田 两口田 这次可以 看来是要一血前死了 夏欧市 这是一个酒沙呀 哎呀 三口田 哎呦 哎呦 我的哥 哎呦 我的哥呀 没那么小时 钟摇表示没辙 死了 结束了 结束了 就 哇 逃跑看来不是智障呀 逃跑的左手保住了 逃跑的左手保住了 逃跑 这一次成功了 可以可以 恭喜 这边能够跟灯爱 还有大量的配合 旗帜灯爱 加顺迁灯爱 灯爱最多能到五口田 这把比赛是非常有火药味的 不是我们渲染 而是说他真的就是 在那个地方跌倒了 我不服 我要选这个干死你 他们 暂时看起来是成功了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变数 应该没什么 对 主攻卫也比较安逸 不太容易输 对 阵读一下 然后直接奔中瑶去了 哇 这个 说牌拿来 死了牌 好梦啊 这一次就成功压到了 夏娃市的血 对 可以 可以 这边顺了 真正不顺了 应该是顺到了一张顺迁 然后把两张顺迁 去顺远位一点的 那个诸葛锦 因为顺到了一张顺迁 这边先是决斗 加九杀 那这是 中瑶已经马上就要不行了 还有震毒呢 震一下的 对 这把好溜呀 特别溜 但是我们说 灯爱如果手里没闪的话 是不要震中瑶的 一防万一 夜长梦多 有闪肯定无所谓了 有闪有闪 那还表示 我只有闪 好 那就是要 钟老板请蛮饮此杯 蛮饮此杯 不敢 还是不震了 反正有优势嘛 对 也不用浪 下次弥足再给王鸡补一口 这个局就真的吻了 或者是何台后说句话还比较关键 可能是一张比较关键的牌照 从结果来看 他没有去震毒是对的 嗯 OK 选择杀一刀回台后 这杀一刀回台后跟放弃 基本上是 几乎是一样的情况了 对 因为这一刀除了让你自己的防御 变得更加的虚弱 以外 基本上没有任何别的作用 并不会因为回台后挨这一刀 就能 就能扭转局势 太烈了 嗯 我发现太烈了 就开场 下伙是直接被打掉了 然后中央还被搞成这个样子 这个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呃 在今天第二局的时候 冷色所计划的一个呃 情景啊 一模一样的情景的重现 对 双方的将都甚至完全一样啊 一毛一样 对 以至于我这边在 做这个登记表的时候都 很轻松啊 只需要照着第二局的勾 然后打勾就可以了 对 但只是呃 画圈的话 就是画的会不太一样啊 嗯 恭喜逃跑啊 也是 摆脱了智障的这个称号啊 嗯 在这一刻你不是智障 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逃跑聪明 这个 你看毕竟是一样的嘛 咱们可以试作这把是先打 嗯 刚才输的那把是现在打 对吧 他这个就是呃 运气 运气运气 光天化几 海盗王鸡 好 停过去了 嗯 到此应该 感觉他都未必会给王鸡 嗯 什么牌了 给张K点 维迪血 对 到此应该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哎 这次邓爱一次也没有怕红桃 怕了怕了 第一张那红桃 是吧 你记得咱们第一次还很开心 说爱呀 不是很开心 就是很那个很戏剧嘛 对吧 很戏剧 然后这东西就是 不让诸葛景 然后就从第二下开始 就一切正常了 对 对 对面应该是给了一张K点的 几刀杀人 继续去配合档案 嗯 嗯 档案这把很稳 对 当然待会儿 射手欠向的目标都不太好找了啊 只能是诸葛景跟张和里边挑了 嗯 因为中瑶的牌最终一定是最后一张才顺调 嗯 甚至于张和 对吧 都不一定有牌 因为王姬的输出点 啊 久杀 那应该出现大的 还打 啊 那个还是要杀到中瑶的身上 嗯 啊 这边是第二次 吞剑失败 说中瑶再见 哎呀 厉害 这王姬这王姬真是凭自己的牌在那什么 对吧 嗯 嗯 嗯 朱格锦 过张牌 那朱格锦手里是没有黑的 嗯 好的 方电话 第三杀 并没有杀 并没有杀 很细啊 并没有杀 并没有杀 游文图斯这边应该是零跑的一个状态 对 目前是比较高的一个比分吧 橙子肯定气得牙的痒痒 哎呀 这个逃跑呀 赢了 他居然暂时列第一了 好 我们来看现在的积分状况 那游文图斯这边是以总分九分 两胜三平十二胜场的成绩 暂列第一 再来第一 不过这个也得等到竹鹿和卡斯巴打完了 才能知道他们是不是坐稳第一的宝座啊 因为毕竟是三比一拿第一 也不是横扫拿第一 同时我们来再关注一下社区竞猜的情况啊 社区的那边啊 应该是又是猜的人多的就成功啊 没有吧 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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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猜这个61位社区的用户猜对了 猜对了 那恭喜他们 他们会评分掉十个皮肤包啊 十个皮肤包 人少也有好处 那有好处啊 然后这局的搬选价 我们就不再过多聊了 因为跟第二局是完全一致的 只是说第二局失利的情况下 第四局报了一箭之仇 所以呢 我们这一局应该也大概率会被选为 我们本周的一个 本周战报的一个精选赛事啊 本周的一个精选 成也亡机 败也亡机 还是说应该说成也邓爱 败也邓爱 不关键了 反正这局的话 上一局所发生的悲惨的事情 这局都没发生 上一局 弥主打不到 压不了夏和世 这局做到了 压了两极血 上一次王机没有打死夏和世 这次王机把夏和世打死了 上一局邓爱没有觉醒 这局邓爱觉醒了 上一局邓爱全程一天 这局邓爱N个天 对 还是这个逻辑 就是说上一局没有发生的就发生了 所以至少验证一件事情 说逃跑阵型不选择要诸葛锦 而是由何太后去胜任这个位置 以及在235的连位上去打夏和世这个点 思路想法的可行性是有的 对 那具体说胜率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两场一场赢一场输 对吧 你要打了100场 我们可能有一个更更能更准确的胜率出来 对吧 所以这个方式具体更好 以及说我们其实更合理的话要比较 说如果你没有选择和太后这么打 而选择拿捉紧 会不会更优质 对 所以我个人的个人的意见是 从这一胜一负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逃跑有的时候是智障 有的时候不是智障 对 有的时候 对 所以至少说这个阵型的合理性是有的 对吧 因为我们刚才上一局 就是上上局第二集结束之后 我们也分析过 说这个阵型 它这么选不是没有道理 是的 它是有它的可行性在里面 但是可行性没有发生 这个对吧 也不能不得全赖人家 不能全赖人家 就像刚才赢的那把就显得逃跑很智勇双全 没错 没错 好 那我们奖品的话 应该要准备抽出来了 最后的话 应该是豪华皮肤包两个 豪华皮肤包两个 我们通过抽奖的方式抽给大家 也非常恭喜 今天看了我们网站直播的观众们 你们能如此幸运的看到如此精彩的比赛 没错 恭喜大家 对 最后的话 有一个网站的微信公众号 还是提醒大家 有机会的话 方便的时候 拿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第一手的三公杀竞技的资讯 包括战报 包括平时一些 有趣的小文章 小文字 包括一些技术类的也有 八卦类的也有 大家都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三公杀电竞 来去关注我们 好的 那么今天的比赛就以3比1来结束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测 明天的比赛好像可能就是一个平局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极有可能平 如果先让我去压胜负的话 我会想压平了 对吧 因为毕竟前面四轮都是这样的情况 第五轮有可能还是这样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明天是会平的 除非明天真的是打破魔咒 有不科学的事情会发生吗 有可能 什么事都会发生 所以明天Casper对逐鹿精彩的比赛 我们为大家带来 明天的比赛更精彩 明天没有逃跑 你们一样来看 你看个关心 你看个独恋 这非常有意思 一样来看 订个闹钟还给自己 对 好 那明天晚上八点 我们还在网站直播间等大家 今天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